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可预防和自愈各种疾病 但它却不是医疗方法 这个简单的方法源起于两本畅修书 《一行天下》和《拍打拉筋》自愈法 肖洪慈 湖北人 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 后留学美国或MBA学位 并在纽约香港从事金融投资业务 四十岁之际 它毅然退休 从事文学创作 和友人一起创作了 中国第一部描写金融股市的小说 《古色古香》 该书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 并多次再版 因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医的痴迷 肖洪慈想写一部关于中医的小说 于是他开始研究中医 云游四海 编法中医高人 还学会了点学 针灸 刀疗 正骨 等多种中医绝技 并到四川 西藏 青海等偏远地区 为老百姓免费治病 但很快他就发现 虽然这些方法疗效好 但却不能普及大众 而他的梦想 是找到一种人人可用的自愈方法 于是他继续远游世界各地 跟随多位师傅学艺 最终从各门各派的绝活中 提升出一种人人可为的养生方法 拍打拉筋自愈法 并将其写成两本畅销书 一行天下 和拍打拉筋自愈法 自愈法既可预防疾病 又能自愈疾病 更关键的是 它是一个非医疗方法 男女老少都能用 这正是萧红瓷的梦想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其他方法 全身心投入传播 拍打拉筋自愈法 因行天下和拍打拉筋自愈法的写作 无意中促成了一场从医疗转向非医疗的健康革命 但这场革命没有一个外在的敌人 因为真正的敌人是人文落伍的健康理念 看一下我们这个平时打通经络 打通经络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经络 我的理解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能量的通道 当经络不通的时候 能量就上不去 能量上不去的话 所有其他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淤积 就通不过 也就相当于一个河流 或者管道一样 能量过不了 就等于在那个地方被堵住了 要么就痛 要么就麻 要么酸 要么脏 或者是形成各种各样的 激流啊 包块啊 炎症啊 当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经络打开之后 打通之后 也就是把能量的通道打开了 只要这个能量一到 所有我们不想要的这些 并起 含起 湿起 也都化解了 这样阴阳就达到平衡 短短几年之内 拍打拉筋的书籍工具课程 已经在全球遍地开花 从无到有 形成了一个新产业 究竟什么是拍打拉筋 所谓拍打 就是用手和工具 按自己能够接受的力度 重复拍打身体的局部 全身 令经络畅通 由于拍打力度可掌控 在受拍者可以承受范围内 虽然会出现疼痛和出杀现象 但非常安全 拉筋是用简单的方法 拉伸人体四肢关节 令骨症筋柔 气血通畅 气血通则病自愈 从科学角度看 拍打拉筋法是个物理动作 它激活了人体能量 改善人体的微循环 改变人体内分泌 自动排毒 产生有益荷尔蒙和干细胞 拍打拉筋时 人体内经络不通之处 就会产生痛 麻 酸 胀 等各种不适 而克服不适的过程 就是人体自愈的过程 人因此通经排毒 增强气血 趋病延年 两位德高望重的人 不约而同 对拍打拉筋 情有独钟 一位是难怀紧 一位是离可 男先生读了一行天下 感觉拉筋 对防病治病 传播国学 和修行打坐等诸方面有益 就将拉筋法 引入太湖大讲堂 并两次将拉筋法发明人朱曾祥 请到太湖大讲堂讲学 李可先生是著名中医大师 他生前不禁亲自实施拍打拉筋 而且给患者推荐词法 最令人感动的是 他作为一代宗师和父辈之人 居然专门托人给肖弘词 送了一本他的名著 李可老中医 极为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并在非夜亲笔提字 肖弘词贤弟指正 萧氏心法 上成齐皇 三教真传 世界人民永远记着你 大道至简 一看便懂 一学便会 一用便灵 使中华生命科学传遍全球 造福人类 功德无量 八三老人 李可败赠 人臣五月 于山西灵石 南淮锦和李可两位大家都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 他们对拍打拉筋自育法的推广就是对其文化源流的最佳诠释 自育法的核心价值源自东方的古老价值观和医学观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即人的内在力量具有决定性主导性作用 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经典 《皇帝内经》和《道德经》 因为拍打拉筋不是医疗行为 但疗愈效果显著 简单易学 所以它很快冲出中国 走向世界 短短六年间 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人在实践拍打拉筋 其中包括信奉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佛教 印度教及科学的国家和群体 拍打拉筋自育法 已被翻译成英文 德文 西班牙文 印度文 阿拉伯文等十几种文本 因此萧洪词在全球推广自育法的历程 成了名副其实的一行天下 究竟哪些病用拍打拉筋自育有效呢 数百万人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 它至少对以下几大类别 拍打拉筋具有显著效果 常见痛症 如头痛 颈椎痛 腰腿痛 老年退行性病变 肩周炎 关节炎等等 总监 球认更训练 天的独头 我讀了这个评论 我们在书里的评论 说这个评论 我们听到这个评论 我们听到这个评论 说这个评论 说这个评论 评论 说这个评论 上网上的评论 然后在书里 开始做这个评论 评论 我们在冰写 被痊愁了 我们在冰写 被痊愁了 被痊愁了 在冰写 被痊愁了 被痊愁了 继续了 已经在20年 被痊愁了 所以他开始示范 这评论 上网上的评论 上网上的评论 所以他开始示范 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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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了继续了 我说 这种很强的评论 这个评论 它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评论 继续了几个月 然后我评论 继续了 很多伤靈状的疟劲 但这两天是两天 学来学生 我还有一天 师父 老师是这里 就在住在民众 仍然中 毫无法通过 我害怕的痊愁 所以我认为继续了 继续了 今天,我只是说,我感到很高兴的疾病 疾病的疾病不完全消失,但我估计是80%消失 最好的在20年 很多治疾病人来到中国人,西亚,西亚,西亚 一周式小学的伙g 这位式衣装 一周式的筹我们有衞食 実の中心区啊 всей汗 OngK 本身的话 蓄罩了一些 无聊的东西你在东西 好吧吃 submitted 太累了 然后当我开始做了派对拉丹的距离 它是往来到这里 所以 这种方式的治愿很容易出现 甚至我发现后这些试图的训练是更深的 因为我可以更放松 所以我可以更加重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治愿者和心的治愿者 都会一样的继续 我看到我们可能会提供这种技术的技术 在我们的联会 痛吗 是吧 绑上绑上 像这个打法就前后都打了 看见没有 您现在再不要拐棍 就这么走几步试试 好 您给大家谈谈您的感觉 我已经72岁 这个问题要很多年了 不会算 什么医都医过 感觉非常的好 全部轻松 经过进入全部和血压全部打通 世界上 annual dado 它现在才是红冷啦 红冷眼神 红冷錀是 seper尘 红冷 context OK 您再来到 했어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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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在這段階段 這很困難 對,我知道 那是為何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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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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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可不可以告訴我名字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從哪裡? 從Indonesia OK 所以 昨天 你不知道ей 你們沒有走 我 在5月中,她一直在饭吃,所以她只要喝水,只要去饭 所以她只要饭了什么,很少,只要饭了 在5月中,所以那是为什么她失了很多重的重量 所以她改变她之前的重量 她失了30重的重量,之前她是70重量 现在只剩40公斤 40公斤 哇 这就是一公斤吧 是的 哇 那是多了 所以我认为 当你的肩膀回来 你会慢慢的肩膀 是的 她不可以吃 因为她会继续游戏 然后她会有疲惫 因为她的脚 我明白 所以她会很害怕 她不想吃 因为她会继续游戏 然后她会疲惫 另一个肩膀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 有疲惫在肩膀 你能走 也有疲惫 你能吃 是的 好 之前她也会疲惫 因为当她会说 唇膏不会出现 然后她会继续游戏 现在她会继续游戏 现在她会继续游戏 然后她会继续游戏 之前她会继续游戏 这边 她会继续游戏 因为她会继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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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会继续游戏 所以她会继续游戏 所以她会继续游戏 然后她会继续游戏 然后她会继续游戏 对 是的 常见慢性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前列腺病 失眠 便秘 中风偏瘫 忧郁症 疲炎等等 我学习派打拉筋是五年以前 再说早一点 我原来是机关的公务员 由于不规律的生活 很多饿洗喝酒 把身体都彻底搞坏了 五脏六腑除了体检好一点之外 我的毛病就是太多了 第一个就是痛风 十几年 我的尿酸高达六百八 十二指掌求不亏 二十多年 也是喝酒喝喝外 另外又胆囊炎 然后还有皮大 一线回神改变 还有血脂 血糖 都到了临界值 就是说身体基本上垮掉了 在这个时候要靠医院来救你 他的医院救你就是切瘦胆 让你成为五胆英雄 我就由此 我就走上了拯救自己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 进入了肖老师的博客 就是说拍打拉筋 那个时候是9月底 2011年9月底 我马上就在办公室 把他弄了一个茶几 靠上我的书柜 就自以为是在拉筋 一拉筋就拉出了一身臭汗 而且那个味道是从来没闻到过的 我感觉这个方法好 最后就正好在网上看见那个 成都清白江有个起练营 10月22号 10月22号 然后我就报了名 挨老七天打 饿老七天饭 最后掉老七斤肉 七天我掉老七斤肉 这个是拍出来的 这说明当时的心脏病已经很厉害了 夜窝拍出这么多来 这是你的胸部的 这是背部的 我们北北七的一个公务员 一个瑜伽高手 他的瑜伽水平非常高 但是他就是22年便秘 8年的失眠 吃安眠药也睡不着 最后经过我的副佑之后 把他打好了 打了半年之后 他长了8斤肉 体重增长了8斤 然后另外有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说另外有一个 我们那儿的一个水产养质专家 今年已经72了 在四年以前 五年以前我回去开始推广这个时候 他是完全不相信的 结果他观察了一年 这个瑜伽高手被打好了之后 他受了感染 第二年他又加入了那个 我们那个拍打拉紧行列 他又前列线 毛病准备开刀了 前列线自己砍 就是砍伏骨钩 这样砍伏骨钩 砍了两个月 他自己砍好了 原来撒料像细麻笋这么细 现在撒料像筷子头这么粗 他说我原来50岁 那个东西就下岗了 就不能立起来了 现在早上偶尔还有承搏现象 这是真实的 我绝不吹牛 而且他的风势性关节也非常厉害 一到下雨天变迁的时候 他不能上梯的 上台阶的就用双手把这个膝盖 双手来挪动上膝盖上膝盖 最后他现在成了我们公园的拍打高手了 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 我姓杨 我是来自澳门的 讲到柏达拉根 我就因为自己糖尿病 自己没办法了 吃药打而倒素 打而倒素 然后就打到那个 周围就打到这个土耳旁边 全部都烂了 后来又看书 找到少路师的医行天下了 他医行天下的那本书 我为什么会拉筋呢 拉筋因为我 之前的颈椎和腰椎有问题 我回到家推中茶几 去到床角那里拉 一拉拉了半年 然后精神各方面很好 到过年 叫个女儿 女儿开个电脑 给老爸看看 小宏池的网站 我一看入去 一看 那个时候 他就说拿捷 然后又学猥牌 然后 twmaking 连拜连都没去 一路一路 打完之后 他进区训刑 cheering 到第三天 就开始 降下来了 一路 第三 第1天 都是七点五 接著到6.9、6.2 一直一直一直降下來 現在降到很正常 吃飽飯、血赤都是5.6至6.3之間 我現在停藥停了從2011年12月3日開始停藥到現在 沒打過針沒吃過粒藥 血糖一直維持到現在 2015年 印度糖尿病研究中心與一型天下聯合舉辦了五天體驗營 其專家報告顯示 停止或減藥後 只用拍打拉筋 一型、二型糖尿病 高血壓、心臟病、帕金森 腰腿痛的病全部有效 我們萬眾一心、毛子的人跑火 前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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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 我叫賈捷 來自德國 一直在德國生活 這次有幸來參加保加利亞的體驗營 也是帶著病來的 我多年以來是高血壓患者 血壓一直是在低壓在95 高壓在185到19 長期以來影響我的生活和工作 那你以前吃藥已經吃了多少年了 吃了十幾年 十幾年的藥 但是血壓還一直是這個狀態 沒錯 它一直忽高忽低 就是很不穩定 就像一個懸著的炸彈一樣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就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這次來保加利亞體驗營 從頭到尾按照要求進行了拍打 在拍打過程當中出現了兩次氣衝病躁 尤其是第二次非常危險 當時視覺已經模糊了 脈搏也沒了 渾身是虛焊 在這種情況下 老師們進行了緊急的救護 拍打了一些肘關節、葉窩這些關鍵部位 使我瞬間的能夠恢復到正常狀態 當時拍完了之後 應該是已經降到了八十多 八十、一百二 一百二 今天早晨我們再量達到了七十一百一 也基本上就穩定下來了 常見急症 如心臟病、痛經、胃病等等 目前醫學界心臟病急救 主要用心肺復蘇式 CPR 拍打的出現 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急救法 這是發生在香港的一幕 拍打急救場面 當時大家剛剛慢跑完畢 一位女士突然心臟病發作 暈倒不行 大家當場用拍打急救 你跟我們一個接受 你跟我們一個接受 同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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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山出來 好 剛才你暈倒了你知道嗎 知道一點 可是今天我們什麼都沒有 那只是殘跑你都能暈倒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有病 最主要是因為有心臟病 凡是你暈倒 那說明這個心臟是很不行 大家不要只是想到腦的問題 那剛才拍的時候 您什麼感覺 急救的時候 剛拍的時候很暈很暈很暈 自己不知道了 就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的確拍的時候 大家拍的力氣很大 你那時候沒有知覺的 可是後來你感覺到痛了 對不對 而且都不讓拍了 說哎呀太痛對不對 這說明這個知覺是不是回來了 對 後來是不是太痛了 又不想拍 但是那個時候你還是迷迷糊糊的 對不對 但是後來你又開始笑了 是不是那時候 知覺比較清醒了 那你這次這次的經歷 對你有什麼感感覺 感受 感想 堅持 堅持 不是要謝謝 我就說你覺得 是不是以後應該加強 這方面的鍛鍊 西醫馬文玉在運動會上拍打 40分鐘 救活了一位猝死女大學生 奶奶突發心梗 媽媽用手機遙控指揮 11歲小學女生 救活了奶奶 商人曹老大 自從參加拍打體驗營後 幾年來已經拍打數千人 並每天傍晚 在重慶北貝公園 舉辦拍打拉筋聚會 已經堅持了六年 僅他一人就用拍打 救活了至少五名心臟病突發患者 段偉生本人是急診科醫生 但在爬山市突發心臟病 倒地猝死 劉凱軍對其實施拍打 其死回生 畫家何非 在國際太極拳比賽中 救活了心臟病突發的比賽選手 急救案例很多 僅僅在蕭鴻瓷的博客上 就有254個急救成功案例 多數為急性心臟病 疑難雜症 如骨骨頭壞死 類風濕關節炎 各種癌症 這些都是醫療界束手無策的病種 僅在蕭鴻瓷的博客目錄上 就有100多個癌症案例 我曾經得過一種病是 瘫痪在床 一年不能生活自理 就是練穿衣服穿襪子 你就是走路 什麼都不可以了 當時醫生做診療是什麼 一開始檢查是骨骨頭壞死 結果檢查出來 隨著治療將近5年 直到最後癱瘓在床動不了了 今天劉美女還專門拿了一張 她的X光片 這是當時拍的是 這是我來之前 又特意上醫院檢查 片子我剛才看了 這個骨骨頭這個塌陷 是非常厲害的 已經是只有靠手術解決了 如果手術之後 能達到什麼成功呢 能保證我多長時間行走沒了 手術治療 就是說 肯定是改善你目前的情況 你要達到 像我們正常人這種程度 這是做不到的 現在來說 我是不接受的 因爲什麼呢 他手術治療我也問過 他說手術治療之後 是不許讓我們活動的 對吧 是不許活動的 那既然讓我手術治療說好了 還不讓我活動 那我的治療還有價值嗎 那你有沒有治過 以前手術沒做 中西藥沒少吃 可能花了好幾十萬 結果是 由原型能抖路 到主雙拐 主雙拐到坐輪椅 就最後生活根本就不能自理走不了 那怎麼今天變成這樣 還能夠自有傷害 這就是接觸這個方法 因爲接觸這個方法之後 就是我說這個拉筋拍打 就是自己得自己 拉筋拍打 謝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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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够坏死了 这个效果也特好 刚才他就两分钟我看着他 他根本就蹲不下 别说蹲 还能开个字了 没关系 他平时经常被这热了 你们今天的一个奇迹 还是奇迹吧 我原先只能这样 真是只能这样 你要接着我蹲着 我根本是不敢吃 现在已经蹲起了 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接手拉筋到现在可能是四整年吧 四整年我坚持下来什么结果呢 原先是走不了路的 比方说我原先 我可以展示一下 对吧 原先我要上个台阶 就是说那一步台阶 非常难 你这样咬着牙 你万固图坏死百分之百分之 这个腿再想滑 抬起来 那我现在这个动作 几个固图坏死都能做到的 而且这不是装的 你固图坏死 它是使不了力的 我可以说的这样有个硬力 我可以踹一下 现在也疼吗 没有感觉 不疼了 虽然说的你们认为我是个瘸子 我认为我就正常 那您今天到现场来不是来展示您的病的 您说是要展示您的特殊的技法 养生的技法 那是什么呢 对 我们这是一种 属于一种中医外治疗法 它叫 我们简单叫它拍挡 其实这个中医管它叫拍杀 那怎么样做这项动作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去演示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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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咱们先拍轴弯这一块 一 二 三 四 一 八 九 二 二 三 四 六 七 四 太简单了 这是您的绝活 不能说是我的绝活 但是我用它把我的身体调理好了 大家好 晚安 我很荣幸可以今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怕打拉筋的小小的心得 其实呢 我自己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内风湿关之炎的 那你一直以为你自己是骨质疏松 还有你年纪老了 因为我现在五十三岁 年纪大了 可能会有这里痛那里痛 那直到呢 直到是去年 我开始觉得非常之不妥了 那我才开始呢 就问我一位朋友医生 梁德军医生 是的 他今天都有来的 明天他都报了命去参加爬打拉筋的 是的 是的 很多谢他 他跟我说 你怕打一下吧 拉筋吧 这样说 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 关于怕打拉筋的任何的消息 那发过有一本书就是 蕭老师的书就是 《怕打拉筋治愈法》 我还在想 这么巧的 有本这样的书 那我就开始回家看 一看之后 哇 很震惊的 那我就开始怕打了 那就一边拍 一边看 其实我没有整本书看完的 我看到那些分享的故事 这么 这么精彩 我已经心 已经完全信了 我就经过自己每天 这么好勤力地拍 因为我听蕭老师 我看蕭老师的书 和看他的DVD 就说 哪里痛就先拍哪里 那我就真的哪里痛就拍哪里 其实我每个地方都痛 所以我每天就拍多少拍不完 那我就下定决心 就是去年五月份 开始被关两个月 真的电话都不开 就每天怕打 因为太多东西要打了 全身 打出来的乳血是吓死人 但我拍得很精神 拍得很开心 拍出来就好了成就感 那 真的的 最初就用手拍 都很容易有乳血 之后拍得多之后 乳血没什么了 接着我就开始用这块 爬打板 那又是配合呢 又是非常之好 那我再去验一验身 就发觉呢 我是陰性的 就是完全好 这个是我的 这个其中的 内风湿关自然的一个分享 我叫哈叔 来自广州 我这个医院检查是说我是一次膀胱癌 两个因应医院检查都是同一个结论 然后要我马上住院 动手术 但是放疗大概有八次吧 一个礼拜一次 这个时候呢 我的身体很快就摔 摔药下 体重从128斤降到96斤 一个月之内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拍打拉筋 知道了拍打拉筋可以医好我的病 我就坚持拍打拉筋 我拍的是拍从腿上拍起 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应该拍通用部位 拍了以后呢 出了很多沙 气冲病灶也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坚持了拍 后来加上拉筋 拉筋以后呢 一直拉到二十几分钟以后呢 感到那个气流 从上面一直流到脚底 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有救了 然后呢 这个腹骨钩 屁股 然后呢 手 手肘 手背 肩膀 还有头部 主要的关节都拍了 都拍了 主要专解 就是后来您讲的那个八个通用部位 我都拍了 拍了 而且不是说拍两下 而是说呢 拍一个小时以上 当时是 每个部位拍一个小时以上 对 我大概 拍了半年 就是半年以后 半年以后呢 医院要我去检查 我去检查以后 医院非常惊奇 我的病状没了 没了 全部是阴性的 指标都正常了 指标都正常了 太好了 那当时呢 我还为了巩固 我继续坚持来拍打 就像我当时那样拍 拍打过来 过了一年多吧 2015年再去检查 有没有 我的名字叫蔡天静 天丁静才的天静 来自于台湾 我在六年前呢 一场病呢 六个病全部都来了 其中有个叫前列腺癌 那前列腺癌来了之后呢 医生一直叫我开刀 因缘基于我就学拉筋拍打 拉筋拍打完之后呢 我就透过拉筋拍打 学转练 因为这个是跟生命搏斗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夏老师教我的那个扭腰功 每天五百下 联系六个月 第二个撞墙功 我就每一个礼拜可能撞个两三次 第三个拍打 拍打这个经络 尤其是头部 因为我以前常常开着头尾桶 都常拍打头部 头部十个部位 加上我的手山一手山羊 腿的那个腿部的内侧 还有尤其是我剁鼠息拍打 圣经经络 就每天大概剁鼠息一百下 拍打圣经经络大概是 二三十分钟 在洗澡的时候拍打 您是为了剁鼠息 我得解释一下 就是用那个手做成一个刀状 砍 就是剁这个腩 就是大腿的根部 这叫鼠息部 是吧 对对没错 用手刀去砍它 大家联系做了半年 联系做了半年 对 所以这个前来腺癌就完全好了 前来腺癌也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癌 只是能不能侦测得到 那我原来医生叫我 开打我拒绝 后来变三个月回诊一次 后来呢 就说那你现在六个月回诊一次 看起来不但没有什么变化 还逐渐转好 所以我的PSA指数呢 是从8点多 一直降到5点多 5点多是正常的了吗 5点多 当然 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理想中是4点0 但是很少是4点多 在5点多出头 已经好了快两三年了 太好了 中华传统提倡敬老爱幼 故曰 为人子女不知医 为不孝 为人父母不知医 为不辞 因此自愈法教育 要从婴幼儿开始 从孝敬父母开始 婴幼儿多患伤风感冒和肠胃病 老年人大多数有腰腿痛和高血压病 学会此法 很多不必要的抗生素和输液就免除了 婴儿拍打 比成人拍打效果更好 因为婴儿没有任何知识文化 来怀疑体处 来怀疑体处拍打拉筋 多数婴儿疾病只需轻轻拍婴儿脊柱半小时即可自医 这两个月 这个宝宝呢就这两个月就是也身体挺棒的 但是就有一次呢就是感冒了 也是可能这个使温度的差异比较大吧 然后还有一次是咳嗽 所以这个宝宝就是咳嗽感冒两次 我们一致一家人一致达成的意见就是说拍打试试看 因为我也时间很短也没有经验 然后说先不去医院我说不行再去医院 结果呢就真的很神奇就是拍大追 然后就是拍大追一次大概都给他拍半个小时 就两次都是这样就拍大追然后就都完了 大概就拍了两天症状就明显的就减轻 第三天就几乎就全部消失了 最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就是这个小宝宝猜 他才回到上海是才刚刚五个月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接受拍打拉近 如果你们看那个视频你就看到他躺在那里趴在那里 有一个一个镜头拉近的镜头 他虽然在睡觉但是你依然可以发现他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就说拍宝宝的时候就是这个力度怎么你怎么去把握 然后教练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宝宝呢这个力度呢就是没有 因为这个力度我们没有什么尺寸 没有什么那个用一个标准来说出来 然后是说他说你拍的时候你看宝宝的接受 因为看宝宝的那个跟你的互动 如果宝宝是觉得你拍他他疼了或者不舒服了 宝宝会有肢体语言会表达的 比如说他会哭比如说他会躲开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看他 他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再加一点力度 因为他说如果是很轻你也可以 问题是时间要延长 如果一个动作如果让宝宝就是说时间太长的话 肯定他会会动的呀 所以我们说他可以接受的这个力度 还是稍微有一点力度 可能会对他的那个病会好一点 给你们家的外孙小朋友是怎么拍的 他我从刚开始我给他通用部位全身拍打 从百会拍到 先说他什么病你拍他 那个肠病毒肠病毒 OK 什么症状呢 发烧 舌头破 还有抽搐 大椎加强的拍拍完以后 然后膀胱筋整条拍到脚底泳泉穴 差不多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从十一点多开始 两点多 他烧逐渐就 就退了 然后抽搐的毛病也逐渐 没感觉了 早上起来就好了 好了上幼稚圆了 太好 谢谢 另外您还说他想说他有近视眼 近视 因为他五岁的时候 很喜欢玩APP 结果近视两百多度 我就给他拍金明穴 然后再用咒语 四句咒语 说对不起 请原来我谢谢你 我爱你 我帮他拍小朋友在练这个四句 所以相补相成效果非常非常好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每天拍多久吗 每天我差不多 花20分钟就可以了 他现在近视像小二的近视OK 我叫翁乃英 我来自台湾的台北 我有四个小孩 那透过拍打的方法 让我的小孩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都能够很快的痊愈 那特别有一次 我有 我一共有四个小孩 那其中有三个小孩呢 就轮流在半夜发烧 那我就利用半夜的时间 帮他们拍打 那是从大追开始拍 拍完之后 大概再稍微拍一下背部 每个小孩花的时间 不会超过15分钟 那拍完之后 就他们也觉得 就是安抚他们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睡着了 然后呢 隔天到白天的时候 就全部都活蹦乱跳了 所以我觉得拍打这个方法 对于 那个就是小孩子的健康 这是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 那以前这些小孩吃过药打过针吗 就是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 大概都是吃药 吃退烧药跟感冒药 对 但是后来我们都不吃药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药 仅仅在萧洪池的博客目录 就有278个案例 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科和妇科案例 婴儿病多为常见病 如感冒 发烧 拉肚子等 下面看看如何用拍打拉筋尽孝道 我叫刘宋来自广州 一开始是主要是因为我妈妈的高血压 她当时我在刑警中乐团封闭局训的时候 她老是打电话说要跳楼 天哪 因为高血压的人 她是睡不着而且整天失眠 那个时候真的搞得整个家庭齐选不宁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尝试很多方法 给她买保鲜瓶啊吃药啊或者是什么床垫啊 其实都是不起什么作用 但后来的话还是用拍打 就给她拍打手头出了一大堆纸黑色的杀毒 当天晚上我妈妈就睡早了 哦 就第一次拍打她就可以睡眠好了 是的 之后她说她本来每天晚上最少起来拉尿三四次 现在的话当场就是就起来一次就搞定了 从一二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去过医院 而且是没有吃过厌场的高血压药 离休老干部何云 92岁是抗日老战士 以前每年多次去医院 每天服用多种药物 远在德国的女儿何飞经常急急赶回国 送妈妈去医院 自从学习教会妈妈和保母拍打拉筋后 妈妈停止了十几种药物 五年来再没去过医院 送健康就是儿女对母亲最大的孝顺 很多人会认为上述案例只是个案 不具说服力 那就用数据说话 我们对拍打拉筋体验营 医院临床体验营和民间推广者的疗效统计结果显示 常见慢性病 如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前例腺病 有效率约为70% 各类腰椎病 颈椎病 膝关节病 有效率约为80% 常见急症 尤其急性心脏病 自愈法疗效在90%以上 当然 我们的统计可能不符合医学标准 但海量大数据已经基本说明问题 我们也欢迎医疗专家对拍打拉筋自愈法 进行更严格的检测 好在网络的普及令人人都可自我检测 因此自愈和自我检测是大势所趋 全民自愈的大数据将日益丰富 医生如何看待拍打拉筋 因为我在美国行医那么多年了 自己也是那么多年来寻找有效 简单安全的方法来治疗病人 因为我的心就是这样 如果能够找到这些方法 那个对病人多好嘛 行中医呢 你看吃药 打针 按摩 刮痧 拔罐 这些东西我都学过 气功 点穴 我也学过 但是我参加那个西安那个拍打拉筋体验行以后 我发现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除了简单 就是除了有效 简单安全以外 它还广补 就是说它能够治很多很多病人 更重要的就是学了这个方法了以后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你只要你掌握这个方法 掌握一分钟以后 你就可以用在家里面 就是帮助你自己 帮助家人 还有帮助周围的朋友 我是医生的当然 更要为病人服务了 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方法带回美国去 就是说把我原来的诊所赶了 做拍打拉筋 那么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不用一针一药 就可以解决病例的痛苦 然后我也想用这个方法行走 传世界来把这个方法传播到世界去 大家好 我叫陆阳 来自江苏省 我是一名西医 做影像诊断专业 从医27年 本人2015年2月 第一次参加杭州拍打拉筋七天体验营 在那里感受到 什么叫中国古典中医的 化痕为简的方法 受益无穷 本来参加是想为病人去寻找一个简单的 安全的自己能做的方法 结果参加了几天之后发现 我自己身体出沙的状况 发现自己是第一需要的 所以沉下心来 全身心的自己好好学 学了完整的课程 这个课程的题目非常吸引我 叫自我健康管理系统 七天下来证实 这个名副其实 另外这个作为医生 对病人的疾苦病痛 是有了内心的体验 对病人的爱是 态度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那种职业的态度了 而是作为人的那种关怀的感觉出来 关于出沙和副作用 关于出沙很多人以为是皮下出血 这是误解 沙是拍打拉筋后 从血液中分离的拉筋和毒素 它们挂在血管壁上 会自然化解后 随人体汗线 泪线 大小便排出 如继续拍打 沙就会当场化解 大家可以自己做实验 即使不继续拍打 过几天也会自然化解 拍打拉筋有副作用吗? 当然有 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美容减肥 几乎所有参加体验营的学员 腰围都会小两圈 曲斑曲皱曲动难的效果更不必说 比如这位青海大叔治好了心脏病 还减了五十斤 上次铁营啊 我去年就是什么 一年翻好几次这个心脏不好 心脏一翻起来就不能动了 天转地转的根本就不能动了 通过去年这个拍打拉筋啊 一次性把我的这个心脏治好 今年一年没有饭 一次都没有饭 挺舒服的 我的腰腿也不太好 今天我腰 最什么 我是最最最小心这个拍打拉筋的这个方法 我在吃它什么药我也不依靠 也不吃 但是我就通过拍打拉筋把我这些小的小吃 大大目标全部自己接 我这次您现在这个下蹲能进行了吗 能进行了 您能够示范一下看一下吗 哎哇 哇真是太利索 哇哈哈哈哈 这就有个蹲蹲那起啊消到肥静啊 现在蹲持没有啥太大的目标了 通过拍打拉筋啊 身后调理啊 我这身体原来是180多斤 现在呃现在是140 今天我今天我称成称一下的话 132 哇 因为碧骨碧骨的原因吧 这几天是 啊啊 那就是碧骨家拍打拉筋 合起来 哎就跟那时候的最高纪录来比的话 已经超过了 只会超过了50斤了 一袋面了 一袋面 嗯 整这一袋面 众多的方法中 为什么偏偏选择拍打拉筋 因为有些方法虽然好 如针灸 中药 点穴 正骨 及很多自然疗法 但它们太复杂 而且属于医疗行为 很难普及 而拍打拉筋的最大特点 是不仅疗效极好 而且极简单 普通人几分钟就可学会 因此容易普及 老子曰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正因为拍打拉筋 无医疗之名 而能自愈 无药物之害 却有疗效 普天之下 人人可为 所以我们才能一行天下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 看病难 看病贵的医疗危机 很多穷人无钱看病 很多病有钱也治不好 只能终身服药 拍打拉筋自愈法 正是一个化解医疗危机的革命性思维和方法 因为它将健康问题的焦点 从医生 医院 医药等外部资源 转移到人内在能量的开发 将被动的医疗行为 转变为主动的预防和自愈行为 将患者从医院分解到个人和家庭 极大降低了医疗成本 缓解了医患矛盾 这是中国上海华东师大的老年大学 学员们在学习集体拍打 可以预见 未来的养老产业也一定会跟拍打拉筋自愈法相结合 需要强调的是 自愈法并非用来代替医疗 而是对医疗的补充和帮助 自愈法也绝不是包治百病 更不可能让人不死 要求做自愈法不能死人 就跟要求医院不能死人 公路上不能发生车祸一样 不合常理 自愈法只是给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果对它缺乏信心 您仍然可以去找医生 自愈法出现后引起了很多争议 这很正常 网络的普及打破了专家对医疗的垄断 让普通人都能方便地学习实践自愈法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己实验检测 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们欢迎专家和媒体用科学标准和仪器 先对自愈法进行科学验证 然后再做结论不迟 虽然自愈法源自中国文化 但它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更是人类的一场思想革命 这次革命的对象 就是人类落骨的健康观念 习主席号召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行天下之路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路 也是中国文化的实用化 生活化 国际化 拍打拉金所到之处 都受到各国人民热烈欢迎 说明它合乎中道 合而不同 也显示了中国文化中 蕴藏的普世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市参与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